自古以来中国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 最终建国的也不在少数 而这些国家的建立必定会选择一座城市建立国都 其中最有名的国都有咸阳、长安、金西安、南京以及现在的首都北京等 这些城市哪怕在今天仍然繁华依旧广为人知 可在东北却有这么一座四线小城 曾经作为东北的第一大城 不但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兵家必争之地 还被当作过都城 可如今却鲜有人知 它便是今天的辽阳 辽阳在很早的时候也被称作湘平、辽东 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城市 拥有24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据史料记载 公元前200多年 燕国便在此地置县 名为湘平 隶属辽东郡 郡城也设在了湘平 也就是如今辽阳市的老城区 哪怕政权更迭了无数次 湘平仍然是该地区的中心 也是最大的城市 西汉时 其人口便达到了30万 到了冬季末年 中国北方高功力不足兴起 并占据了辽东之地 将兴平改为了辽东 公元10世纪 辽太祖耶利阿宝基攻占了辽东 至辽阳府 后来辽阳便是作为辽国的陪都 到了公元1621年 努尔哈赤统一了北方 女真族各部落后 率领女真各部 经过三天三夜的基站 攻占了辽阳 便将都城迁到了此地 辽阳至此达到了最巅峰的时刻 但几年后 随着女真将都城迁往沈阳 辽阳才开始慢慢衰落 最终变成了如今的四线小城 辽阳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